赤之行其实就在习近平和拜登通电话之后 就下乘行 其实当然他去乘行已经安排了 但是经过两国元首通话之后 似乎耶伦之行是具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没错 耶伦上次北京之行 比较宏观点的问题 中美关系各方面等等 这次很特别 过去几个月美国一方面希望 维持跟中国的稳定关系 不要再截外生枝 所以没什么新的动作 但是在经贸问题上 中国政府如此在忙的就是什么呢 你将制裁清单越拉越长 并且这些就是卡布纸 捏一条颈 捏什么颈呢 就着中国现在最体重的几种产能方面 全部要捏你了 是的 重点就是 其实提醒也好 警告也好 中国产能个性的问题 就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 挺特别的 耶伦此行是长达六日 作为一个外交性质的访问 似乎真的长了一点 不过又看看他 因为他先飞去广州 不过也有个疑惑 其实在广州见河立峰 他根本河立峰就在北京飞下来 为什么不直接去北京 而在广州要走一转呢 为什么这次是耶伦访华之人 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 广东在各方面的产能方面 一个强的省份 美国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的几个忧虑 广东大省可能也是一个重点所在 所以河立峰近年一两三年来 不断穿梭中美的一个 他差不多取代了刘鹤当年的角色 直接跟美方的对话 所以这次先见河立峰 先去厘清大家的底线立场 你做了一件事 先去北京见李强 李强也剩下一段时间 这次见耶伦也算是 李强总理近期一个比较高调的 出现在政治镜头前的一个场景 我发觉李强胖了 这次耶伦此行 《环球时报》前日的社评 就说真的不多见 要为期六天的访问 而他就引述美国政治杂志网站 我想是政治杂志 中美关系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也引述新加坡联合早报都说 中美双方现在展现了很强的政策 《环球时报》的社评论 外界某程度上似乎是对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 展现出乐观的一面 和去年同期相比 今次没有出现重大的冲击事件 各方面的交流是延熟恢复的势头 这些表面上就是这样 比如大家早前都听到 中美航班 没有到全盛时期 但很多的复航 这些是很重要的 如果连中美航班 其实都一半停顿了 大家各方面的交往是少了 这篇社评也怎么提到呢 刚才我们在早点当中 家拳说到口水 就说到耶伦这次去中国表现出某种亲民作风 包括公开下馆子吃饭 索念地使用筷子 这些都是亲民作风 不然中国老百姓不卖帐 为什么说中国老百姓不卖帐 《环球时报》说你看中国的舆论 很多人对华盛顿依然批评 各位中国舆论是受到控制的 统一的调子仍然批评你 情况就是说 因为美国很大程度上失去了 中国人的信任 《环球时报》是什么呢 耶伦访问中国 但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琪 就在欧洲鼓动对中国芯片行业 采取必要的对策 这个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我都留意到拜登政府上场 一味就是跟你有继续交往 另一方面与交往的同时 必然有政策出台对付中国的 大家回忆在两会期间 现在港官学习着 这个是新则生产力 其实今次看回耶伦此行 其实很有针对性 特别是针对着 所谓中国的新则生产力的概念 新能源、新材料、先进的制造 三样东西 电动车、锂电池、光伏 这就是新则生产力三样的重点项目 我就捏你的三点重点项目 你发觉你全部是很有战略性 去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实很多外资的撤出等等 中国也都需要重新调整 现在经济的结构 于是重点就放了在这个新三样 新三样就是新则生产力三大重点 在这三方面 美国就捏你的三方面 我想知道那个关系去到什么情况 所以《环球时报》就重新提醒美国 记不记得中美关系要坚持多少原则 习近平和拜登对话的时候 都已经再提了一次 三大重点以和为贵 不是那套戏 以吻为重和以信为本 当然这些善重善土的外交词汇 包括耶伦娟、李强 都是说一些很表面的外交词汇 大家要坦诚去对话 耶伦娟说我们不应该避免一些艰难的对话等等 大家都看到分歧是极大 但其实这次耶伦娟说表面上是 好像很亲民、很气氛、很缓和 但你潜藏着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三个主要动力 你在那里去移动 这个确实是完全看到中国的发展势头 你哪样要发展 有些你借了 你现在是正在建的时候 我就移动你这三样东西 那这个你是没办法去怎么缓和中美关系的了 耶伦在结束访华行政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声明 这个又是挺重要的事 那些外交词汇、善重善土 这方面我们稍后看看 橫池会不会有些子女行间透露 又看美媒 美媒通常那个透明度高些 又去总结耶伦今次访华之行 其实有什么的 其实不要期望什么成果 不要有很大很大的分歧和冲突 在当前的环境下 于怨足矣了 接着就看看台湾方面 看台湾 你真的特别看《自由时报》 它任何问题都弄到政治 弄到政治 必然说到台湾的主体性 对中国大陆的攻击 花莲7.2级大地震 可以说是计1999年 921的台湾大地震 真的相提并论 这么严重 但当年921大地震 死了2400多人 还有很多房屋就倒了 但这次很厉害 台湾的抗震的人性 原来很厉害 到现在为止 都是伤亡人数极之少 而且房屋的倒探 也没有当年那么严重 《自由时报》的社论 一语相关 它就说 你看台湾在抵御地震的能力多强 就好像应该要抵御 是不是这个政治的冲击一样 不过北风一转 转回到台湾本土 可惜台湾现在 出现了政治的断层线 断层线 都是说到 在岛内 蓝绿之间的政治分歧 正如是马英九刑在 中国去访问等等 蓝营不断去压制绿营 控制立法会等等 我觉得有一点最可取 但不是说得很多 说到今次地震 台湾当然有伤亡 但主要在花莲那里 特别在太陆角那里 那些山石泥崩溃 是扎死人 在基本上整个市面上 除了花莲有大楼堕塔倾斜之外 在市面上就没有什么重大伤亡 显出它的银性 但一个很重要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台湾有几间大厂 整个地震当中是没有受影响 很简单 如果地震波及到台积电的生产线 那又令到世界为之紧张 所以他就说到台积电 就是我们的护角神山 为什么这些国家这么重视我们 他还没说明 人家是否这么关心你台湾地震 死了多少人 最后真的 你那家厂就没有事 这件事就成为了他们觉得 这件事就是我们 和世界结联很大的力量 是的 当年921大地震 令到台湾股市受到重创 而美国科技股 亦都因为台湾的大地震 影响了台湾的科技产业 令到美国科技股亦都大跌 但是现在这次不同了 台积电没有事 迅速恢复生产 就销离了全球的疑虑 台积电在美国的股价是不跌 反而是升上去 证明国际间对台湾的科技产业 投下信任一票 不过台湾的政治断层线 就在里面搞搞震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最近台湾立法院 有一个很大的动作 这些人要通过那个预算 这个国家预算很重要 当然 南营守住立法院 当然 他的把关 是特别严谨 特别严密 也到处刁难 但是可以看到 你现在要说 花莲整个地方的受创任心 很多地方要重建 重新规划 那里都要庞大的预算 那会不会这方面都造成了 在立法院里面 两个不同的政治力量的抗衡呢 不过当然 今次台湾地震都见出 它的韧性是存在的 台积电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看到在地震当中 原来全世界一样东西 不是死多少人 台积电生产有没有影响 这就这么现实了 没有影响 这次立法院 移动民进党执政政府提出 删除一样东西 删除一个特别预算 这个特别预算就是 赋予政府的权力 有一个弹性 面对有什么事的时候 可以动用财政资源的问题 现在你想移动 先问立法院 但是立法院是蓝白控制的 所以看到台湾政治形势的微妙 儘管民进党仍然 入住总统府 但是立法院 在批预算方面 正如当年 当年 香港的立法会 财委会 你是 阿卿姐 掌握着政府的钱 你不可以乱用 这个很有财政的纪律 当财政纪律 有没有受到政治所影响 香港当年我觉得 你就算是反对党 民主党去执掌财委会 但仍然是拿回原则去处理 就不会有太强的政治意识形态 但是台湾不同了 台湾的立法院 就是备受政治意识形态所主控的 这100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客载服务 年费1000元 请订购支持